2019年亚洲杯足球赛 昨天晚上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 拉开了帷幕 这是亚洲杯季1996年之后 第二次在阿联酋举行 开幕式在扎耶德体育场举行 简单而不失民族特色 开场 38只色彩缤纷的折纸猎鹰 在场内飞舞 一名阿联酋小男孩走上台前 代表东道主向全亚洲的球迷 表达欢迎和问候 随后三位当地人气歌手 演唱了本届亚洲杯的主题曲 最后冠军奖杯 在焰火环绕中闪亮登场 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 值得一提的是 本届亚洲杯创造了多个第一次 第一次使用视频助理裁判 第一次采用第四换人名额 而最引人关注的是 决赛阶段的参赛队伍 首次从16支扩充到了24支 因为有24支扩充 我们必须用8支扩充 第一次使用 第一次使用51支扩充 第一次使用51支扩充 我们必须用最长的细节 这就是28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